在全世界正在关注被绑架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的同时 中共当局在4月10号抛出了2010年美国人权记录 海外学者如何解读这份报告 美国的人权事实与中国的报告有哪些出入 来听一听美国华人学者的分析 回应美国国务院8号发表的2010年度世界人权报告 中共当局在4月10号也公布了2010年美国人权记录 美国南卡莱罗那州管理学教授谢田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美国的世界人权报告揭示的是全世界的人权状况 包括中共治下的人权真相 美国发表的是指的世界的人权报告 美国在改善自己的人权的同时 要求其他国家也改善人权 我觉得这是对世界道德和正义的一个贡献 我发现中国的报告它不是世界性的 实际上是光骂美国的 作为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的学者 谢田介绍说 正因为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提供的骨干光纤网络 使全世界人民可以使用互联网 美国是国际上使用互联网最通行无阻的国家 对于中共指责美国限制互联网 它用自己家人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问题 我的女儿回中国的时候呢 她马上就知道中国在封锁互联网 因为她上不了Facebook 没办法跟她的朋友交流 是谁把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一个局域网 国内网 谢田表示 中共指责美国无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和事实不符 她以美国历史上为解放黑奴而爆发过战争 而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 选举出了一位黑人总统为例 都说明了美国在用行动不断改善自己的人权 中共在报告中说 美国枪支泛滥 犯罪率高 公民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谢田指出 美国人很多拥有枪支 主要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犯罪 而美国的媒体独立 所以任何小的案件都会报道 这样给人的印象是犯罪多 但大陆当局是在媒体上封杀所有不同的声音 并以此基点指责美国 这是胡说八道 首先美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权 这是美国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权利 在美国我们不会听说有什么任何一个人 可以被警察或者被回家的补装力量悄悄地带走 那些人能把良心犯 不仅审判就浮放了监狱和劳教所 恰恰是中共自己 谢田特别指出 中国社会人权犯罪的根源出自制度 而西方包括美国出现的则是个案 这是最大的区别 也是中共当局有意混淆的概念 在美国有什么犯罪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对民间的行为 都是个人的行为 但中国实际上它这个人权犯罪呢 最大的人权犯罪 现在对法农群体的整体的迫害 而这个犯罪呢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两个特体 现在是个整个国家机构 整个的国家机器在明目张胆 对个体的民众来的反对 谢田希望中国人能看透中共当局 以政府形式散布的谎言 为自己的权力而抗争 新唐人记者赵新知 萧宇采访报道